你的学校看到学生是这个发型 会强制要求剃光头吗 这天阿波连顶着二阶扫把头来到学校 莱唐还以为他迷上了死亡重金属 上课期间头都甩个不停 误以为是对现状不满 莱唐告诉他有烦恼的话尽管说出来 阿波连凑近说道 早上醒来头发就成了这个样子 他怎么也整理不好 于是莱唐决定帮他整理 然后就变成了超级赛亚人 要是老师看见一定会剃光头的 其实光头也不错 他想找工具发现大成躲在柜子里 想找大成帮忙 但他看到两人的形象下的转身就逃 阿波连小声说明原因之后 大成才知道前因后果答应帮忙整理头发 这听力真的绝了 看到大成剪了个奇怪的发型 莱唐以为大成为了防止害虫接近故意的 他开始担心阿波连会变奇怪 直到理完之后阿波连变得更加可爱 莱唐没想到大成的技术这么好 他问莱唐要不要也来捡一个 莱唐思索可以省下父母给的钱 那当然是要的 他突然感受到大成的杀气 以为他极度自己和阿波关系好 要被他剃光头了 发现自己误会之后向大成道歉 没想到大成的确想过 但不想被阿波连讨厌 所以悬崖乱马了 作为感谢阿波连邀请大成一起吃午饭 并把最爱的肉丸子给大成吃 大成害羞做得太远 阿波连只好用长筷子投食 发型问题解决了 但莱唐认为阿波连还有别的压力 他表示自己的手和嘴唇都开裂了 但是把握不好距离涂的满脸都是 于是莱唐帮忙 一旁的大成很是羡慕 但两人都是卧龙凤厨 唇膏也涂不好 还得大成出手 先涂上化妆水和乳液 然后再涂唇膏 接着还有修眉毛 让睫毛更翘 给他做拉伸 按按摩捏捏脚 阿波连整个人都满血腹活了 护手霜是阿波连自己涂的 涂完之后他向两人招手 原来是涂得太多了 所以和他们共同分享 衣容没问题了 但莱唐还认为阿波连有烦恼 他表示前面同学太壮了看不到黑板 原来他甩头是为了看见黑板 前面的同学经常锻炼 所以很高大 莱唐决定帮他想办法 他用废弃桌子把阿波连垫高 但阿波连恐高无心看黑板 奇怪的方法用尽 才发现还是拼桌最方便 老师宣布下周换座位 莱唐开始失落以后 没办法亲密交谈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所以他会更加珍惜剩下的时间 还想再多为阿波连做一些什么 你知道为了让莱唐和阿波连配对 这个学校有多努力吗 体育课上莱唐表示搭档请假 但正好阿波连也是多出来的 于是两人顺利组队 因为马上换座位 到时候再想帮阿波连就很难了 所以莱唐想要好好的帮阿波连做拉伸 这么柔软的身体真的没问题吗 棒球比赛最后一局两队打平 这次投手是莱唐 打者是阿波连 男主看阿波连摆出传说中的击球法 也被激发了斗志 但接连两个投球都是坏球 阿波连给胳膊抓痒被莱唐解毒 是要本来打的预告 阿波连因为太热身子站不直了 莱唐又理解成他正在全力以赴 所以自己也必须全力以赴地回应 但接连投了四个坏球 摆给了阿波连一分 夏捷克是烹饪克 莱唐虽然不会做菜 但是有阿波连这个特级厨师 所以不慌 可没想到体育课太累 阿波连已经筋疲力尽 莱唐准备做一顿 让阿波连恢复精力的料理 然后才能吃到他做的饭 因为能力不够变成了黑暗料理 搞得自己也筋疲力尽 阿波连是真爱全都吃完恢复体力 表示剩下的交给自己 作为帮自己做料理的感谢 午餐阿波连对莱唐疯狂投胃 吃饱后阿波连表示有个小请求 希望莱唐帮忙给自己录视频 莱唐以为他想当主播 作为过来人 他知道主播之路很艰难 但看阿波连认真的眼神 莱唐很高兴阿波连找到了梦想 表示会全力帮助他 所以从今天起他的梦想 就是实现阿波连的梦想 于是阿波连让他跟自己一起做动作 莱唐想的真多 以为阿波连也想让自己一起出名出道 觉得和阿波连一起努力 一定可以实现 到时候即使座位不再相邻 或许还能待在一起 而且两人一起为当主播 努力的青春也很棒 幻想着以后会成为 代表世界的男女组合主播 变为这个换座位前的舞蹈 简直完美 莱唐斗志满满世界正在等待他们 事后他才知道 这只不过是老实布置的任务而已 抽签换座位当天阿波连表示 要和莱唐分开很寂寞 莱唐安慰之后 还是可以一起吃饭回家抄底计 他很伤胆这样也很好 じゃあ席は移动し終わったかな 新しい席でも頑張ってね 結局何も変わってなくね